這兩大出訪的目標 我們在當地見證台灣和斯瓦蒂尼的情誼 是建立在互惠合作 更是立居於相互扶持 不論是在醫療 農業 青年教育 或者是職業訓練 婦女賠力等項目 我們兩國都有豐富的合作成果 這次水船出訪的陳其邁市長 代表了高雄市 跟斯瓦蒂尼的首都姆巴巴內市 完成了簽署蒂盟的協定 未來雙方不僅會推動青年交流 也會針對雙魚教育和私資進行更多的合作 另外透過這次的出訪 我們再次向世界展現 即使台灣面臨艱難的國際處境 但是我們依然選擇 腳踏實地的跟各國交朋友 用真誠和堅定做外交 台灣的挑戰很多 但我們越挫越勇 反而是讓我們更有任性 也越來越勇敢 而這份勇敢 是因為有來自好朋友的支持 我要再次的感謝斯瓦蒂尼 我們再看的畫面就是總統蔡英文 已經接觸了友邦史瓦蒂尼的訪問行程 目前在跟國民們來做報告 說我們雙方已經簽署了三項的合作 並且要邁向是合作的新的令程度 再次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